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的就是了大家都知道了马来西亚那个雇佣法令了最近要执行了OK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细节其中一个细节的就是了 那个产假了 将会从本来的60天变成98天从两个月变成三个月再加一点 OK 这个雇佣法令一执行了过后 有关当局了他们是预测了 这个 企业们呢 可能 他们会重新调整他们的 男性跟女性的这个员工的比例 也就是说呢 他们会调高男性的员工比例 然后女性的员工比例会调低一点 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 你就算是去守卫那些 老板们呢 他们也会告诉你一样的答案 就是呢他们会倾向一个操作就是呢 啊 本来公司可能是50% 男的员工 50%女的员工 然后他们会倾向于调高男性的员工然后调低女性员工啊为什么 就完全是因为这个产假的问题了 因为你要知道之前产假说是给两个月60天 现在你说突然间要给到98天 三个月多 这个产假呢对于老板来说呢 有两个头痛的问题 第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呢 要给有薪产假三个月多 就是说呢 你这个员工是完全没有来做工的 完全没有制造任何的手艺的 但是呢老板还是要给你 三个月的薪水 啊 OK所以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 损失了在老板的考量上这是肯定的啦 然后呢还有第2个问题我觉得第2个问题其实比第1个问题更加严重 第2个问题就是呢 OK通常呢一个公司啊 他本来就是10个工作岗位 就准备10个员工来做 OK 啊 然后突然间呢一位员工啊 跑去生产了 这样的话呢 10个人的工作岗位呢现在只剩下9个人 你怎样你都要找多一个新人来做吧 啊 当你找到一个新人来填补了那空位OK你依然是10个人 填补这10个工作岗位然后呢 还有一个去生产了 放他3个月的产假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3个月后 当 这一位放产假的员工回来了过后 啊那时候呢 你会无端端多出了一个人哦 之前呢你找来呀 替补了那一个人呢你不可能炒他有医院吗 啊 不可能的 啊这时候呢很多老板呢会被逼要请11个员工 然后呢来cover10个工作岗位 啊 即使再不清烟的话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可能啊 你炒鱿鱼 其中一个人的 啊这种时候呢你老板你就只能拨 啊 10个员工里面 10个员工里面哪有谁呢 啊做到一半不要做的然后 啊自己 啊 辞职的那种 OK 就只能拨这样 啊所以呢 我就认为就是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呢 老板要无端端给三个月的产假 然后的薪水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呢 啊你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工作岗位 等下他回来了 过后躲出来那个位置怎么办 啊 OK 好 So 就因为这两大麻烦呢 会弄到很多老板呢真的是不敢请 那些还有可能继续生孩子的 员工 啊 所以呢 就因为这样的话呢 很多女性员工呢 都会呢 被排斥 啊就是说你站在老板的考量啊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他们 通常不会选那些 呃还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员工啊 我老是讲了很多老板的心态是如此的 啊 怎样说呢 啊 老板呢通常呢最怕遇到的 是怎样的员工呢 就是那些呢 啊 刚结婚又或者是快要结婚的那种 老板是最怕请众人的啊 因为呢 通常呢 你请下去呢 他马上结婚 然后马上怀孕 然后呢 9个月后呢 就跟你拿产家3个月啊 可以说才进来 还没有熟悉公司的操作 啊 你就已经要准备他产家的后遗症了啊 OK 所以 所以通常呢 这种啊 即将要结婚或者是刚刚结婚的女性员工的老板呢 是 很难会去请他们的老实说就不是说不请他们的是说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通常是不会请他们的 然后OK还有第二种 就是呢 已经结婚了的女性员工但是还有生育能力了 通常是在20岁尾或者是30岁头 啊 35岁过后的就比较少了啊 就是 还在正常生育年龄的大概是20多岁30初岁这样 这种呢 老板也是 比较不欢迎的因为就是 怕你等下做到一半又跑去生孩子了 我讲的东西是很现实的不是 不是我讲罢了 我是很多老板都是这样的想法 OK 通常呢这样呢老板呢通常会比较倾向请怎样的员工呢 就是请那些 已经不可能会生育的那种OK 基本上那一种呢就跟男人差不多是一样了 就不需要担心你有产假的问题了 啊 这样呢 可是无心中 他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呢 如果你是请的是男性员工的话呢 你就完全不用考量这些问题 所以呢 从20岁到50岁你都可以请完全不用去想了产假问题 但是女性员工啊 你就会散来散去 那些 啊 将要结婚或者是刚结婚的不能请 那些还可以生孩子最好不要请 啊 你专门要找到35岁以上的但是呢 这些人呐已经不多了 啊 所以老板都会陷入这样的问题了 我必须要很客观的告诉你们 老板的想法是怎样了 OK 所以他到最后他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呢 老板们都不愿意请那些还有生育能育的 这个女性 啊 所以呢 说这个产假呢 98天呢是保护女性 保障女性 但是 到最后可能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 导致这些女性呢更加不容易被拼请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今天新闻已经出来了 OK So 在这里呢我只能说了政府要考量一下 OK 虽然说 站在呢 道义的 高度上来说的话呢 啊 这个产假是一定要给的 给越多越好啊 因为呢你不可能说 哎这个产假不能这么多 一定给人骂死了嘛是不是 你这个说法没有道义吗是不是 啊 你要站在道义的说法的话 你一定要说产假越多越好啊 OK So 这个产假98天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东西啦 这是肯定啦 所以就要想下要怎样扎他的首尾咯 扎他的首尾呢 我这里给一些建议啦 OK 首先可能 政府要提供一些讲义啦 就是说 你的公司呢 如果你的员工的女性比例呢 啊 大于多少的话呢 啊 这个政府会给 啊 某些新式的讲义 扣税啊 还是给现金啊 怎样怎样之类的啦 OK 这是 第1个方法 就是鼓励那些老板呢 多勤一点女性员工 然后第2个方法就是 不过这个比较不可能啊 就是啊 啊 产假的薪水 啊 政府能不能津贴一些 啊 这也是一个 方法 但是我告诉你对于很多老板来说 其实老板们是不介意给那3个月产假的薪水的 他们比较介意的是呢 多出来的那一个人怎么办啊 这个要怎样解决 啊 OK 好 So 我想来讲去啦 政府可以帮忙的方法 就是2个 就是给予奖益 啊 就是奖益那些公司呢 聘请比较多 女性员工的 啊你请越多 我就给你更多的奖励 然后第2个呢就是 这个 忧心产假的 那个薪水啊 啊政府的不能津贴一些 基本上是朝着两个方向去啦 啊 好 So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现在 拜拜